马肯镇什么 是由RUN来决定的 最近费翔老师的商务英语 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 网友急需费翔版导航语音包 你是我的儿子 你要做我最勇敢的儿子 马看到什么 是人决定的 父亲犯了你死罪 你那么爱你的儿子 难道 能尝出来 他的味道吗 人都说白虎是妖孽 他明明是祥瑞 近日商务英语概念的出现 因其与费翔的英语口音有关而风靡全网 电影中由费翔扮演的周王 讲话口音很喜马 虽然费翔全程讲的是中文 但却呈现出独特的中英文混合感 于是脑洞大开的网友们 把费翔的迷之发音 称之为商务英语 周王本名英兽 翻译成商务英语就是英兽 你父亲犯的可是死罪 翻译成商务英语就是 你父亲犯的可是死罪 再来一句 他明明是祥瑞 翻译成商务英语就是 他明明是祥瑞 你们都说白虎是妖孽 他明明是祥瑞 这个小小的fashion bar 真的能消除天枕 没想到啊 看得风神竟然能学到 这么多神奇的技能 于是紧跟潮流的网友 在网上掀起了一股 商务英语模仿秀 使得费翔老师的商务英语 成为了一种新型的小一种 马看到什么 是人决定的 你不是他的儿子 你是我的儿子 你是我最勇敢的儿子 你父亲 犯的他是死罪 更好笑的是 许多网友还将英寿的口音 与小时代理的顾李乡女 还发现了咒王 就是顾李那失散了 三千多年的父亲 都说白虎是妖孽 他们明是祥瑞 你少要用鬼不许吓我 毛主席说的 封建你是不是要不得 咱就是说 这届网友是真会整活呀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随着商务英语的持续输出 许多网友已经听到上头了 作为商务英语的开创者 费翔老师更是表示 大家一起玩起来特别好 作为商务英语的开创者 这个不是那么好模仿 这个应该说是我的一个特点 我也特别的高兴 大家能够跟着 应该说学习或是模仿 我们性感很喜欢 我喜欢 作为爹地最喜欢的儿子 小鸡发鱼视野在 六公主的要求下 模仿起了商务英语 妈看着什么 是由人来决定 你们让我模仿 商务英语 你们这饭的可是street 不得不说 小鸡发在去昭哥的途中 是去新疆吃了顿羊肉串吗